我和我的清冷天才竹马自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我原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直至走入婚姻的殿堂,直到高二那一年的某一天,一位转校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竹马为了他逃课约会,为了他学会打架飙车土脏话,为了他冷眼看着我被一群小混混拖入暗无天日的巷子中。 我十几年的暗恋,在被拖走的那一刻化为乌有,之后我便出国调养深造,直到十年后,我才回了国,出席一场他所在的拍卖会,看到他和他如胶似漆的并牌坐在一起,我勾了勾唇,抱负才刚刚开始,再次见到江林是在一场拍卖会上,他依旧如十年前那般的帅气, 十年的时间并未给他留下岁月流逝的痕迹,反而更添一抹成熟的魅力。 那是看一眼就能让无数怀春少女疯狂迷恋的魅力。 十年不见,他看起来似乎比之前更清冷了,看向其他人时,眼中是始终化不开的寒冰,只有转头看向云雪柔时,眼中的寒冰才会化开,露出暖暖的情意。 我坐在离他们位置较远的距离,他们没看见我。 身旁的助理见我看向江林,带着星星眼,在我耳边巧声说道,宋姐,你也觉得江市集团的总裁江林很帅吧? 可惜的是他已经明曹有主了。 据前些天报道上介绍的,江总裁二十岁时就接管了家中的企业。 当时,集团里的老油条还不服江总裁一个小年轻管呢。 但是,在不久之后,那些老油条就对江总裁敬爱有加,对这个年轻的总裁很是佩服和满意。 在江总裁二十二岁时,江总裁就在网上宣布他要结婚了。 网友听到消息之后就去扒,扒出结婚对象是江总裁高中时就谈的女友,大家都很羡慕呢。 恨不得自己就是江总裁高中时的女友。 身旁的助理还在继续介绍着。 我没说话,思绪回到了十年前,回到江林还未认识云雪柔的时候。 那是十七岁的江林,皮肤白皙,白得像发了光一般,十分耀眼。 低头看我时,毛子里没有之前的冷漠,而是带着星星点点的笑意,声音也是对其他人没有的温柔。 宋玉,以后我们一起上同一所大学吧。 少年的语气是那般的温和,撩拨着我快速跳动的心。 如今的我,想起这些,心里忍不住冷笑。 拍卖会已经到了尾声,我和助理正打算离开时,不远处地江林牵着云雪柔的手。 两人看到了我,视线停顿在我身上许久。 见我即将离开,两人急忙上前,拨开人群,朝我大步走来。 宋玉,江林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意味。 助理听到江林喊着我的名字,有些不可思议,但还是扯了扯我的衣角。 我自若网闻,转身离开,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和江林的故事其实很普通,就像许多对青梅竹马的那样。 我们两家从小就是邻居,双方家长也是生意场上的伙伴和朋友。 所以两家经常有往来,一来二去的,我和江林也就这样认识了。 江林的脾气其实是有点傲的,但她确实有傲的资格。 她的智商很高,什么都学得很快,并且领悟得很透彻,是大家眼中名副其实的天才。 也因此,在看向其他人时,眼中总会带着些轻蔑巨傲的意味在。 像她这样的天才,是可以选择跳极的。 但她并没有跳,而是循规蹈矩地上着学。 我不解地问过她,为什么不跳极? 对此,她只是笑了笑,并用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 傻丫头,我要是跳极了,谁来教你你不会写的题目。 那一刻,我的心好像漏跳了一拍,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涌上心头。 在班上,不少女同学都暗恋着江林,不过也是江林长相帅气,学习成绩好,怎么会不令人心动呢? 但对众人都很冷淡,天天只把温柔独留给我一人的江林,怎么会不让我心动呢? 可惜的是,这样的江林,在十七岁那年就消失不见了。 云雪柔转来的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那么美好。 先前班主任在班上跟大家提起这个名字时,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在纷纷猜测和期待着,不自觉地就在脑补云雪柔是一个乖乖巧巧的女孩子。 但当云雪柔本人来到大家面前时,却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般,是个乖乖软软甜甜的女孩子。 第一次见云雪柔时,她染着紫色的长头发,任其胡乱地披着肩上,神情有些拽拽的,嘴里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整个人看起来大大咧咧的,给人一种流利流弃的感觉。 班主任看到云雪柔这副模样顿时脸都黑了。 班主任只知道会有人转到这个班里,却没有人告诉她会是这样一个学生转到班里来。 云雪柔站在讲台上随意地自我介绍完,没有询问班主任,直接走下了讲台,坐在江林身边。 转头肆意打量着江林,并且对江林吹了一声口哨,轻浮随意地向江林说道, 小子,我看上你了,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吧。 江林并未回答云雪柔,而是一脸嫌恶地看着她,起身走到别的空桌椅上。 看得出来,江林一开始对她很是厌恶的。 对于江林冷漠的反应,云雪柔也不恼,而是大声在班里宣告, 江林,你一定会成为我的男朋友的。 班主任怒斥了云雪柔几句。 云雪柔不搭理班主任,对于这些口头教训,她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不当回事。 接下来的时间里,云雪柔每天都会跟江林告白一次。 偶尔云雪柔会碰碰江林跟她有肢体接触, 每每这时,江林都会毫不犹豫地拍掉她的手。 课间,江林都会一如往常地来到我桌旁问我课上有没有听不懂的地方, 在听到我说有听不懂的地方之后,江林也是温和地帮我补习。 云雪柔每每看到这一幕,都会心生不爽, 上前尖牙利嘴,尖酸刻薄道, 哟,江大学霸,我说怎么都不理我呀, 原来又是来找小青梅帮她补习呀, 嘖嘖嘖,是因为江大学霸的小青梅太笨了吗, 所以才需要补习。 江林并不搭理云雪柔,我也没将这些话放在心上。 而是静静享受江林给我补习的时光。 但后面不知怎地,江林对她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 她的眼眸中已经逐渐没有了对云雪柔的厌恶, 而是多了些看不懂的情绪在。 我不知道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对于江林对云雪柔的亲近, 我很是痛苦。 在一次下课后, 江林罕见得没有和我一起回家, 而是跟云雪柔离开了。 我悄悄跟上了他们。 在学校拐角的一个小巷子里, 我看见了江林和云雪柔跟一群小混混在一起称兄道弟, 抽着烟喝着酒, 每讲一句话里头都会吐出一两个脏字。 我看得出来, 云雪柔对这种事做得很熟练, 不难想象, 或许她是因为这些事被发现了, 所以才被上一所学校开除的吧。 江林看上去不太适应, 但脸上露出的笑却是发自内心真情实义的。 我很不理解, 最令我心痛的是, 他们吻在了一起, 在一群小混混的见证下。 他们拥在一起接吻时, 云雪柔看向我给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我这才知道, 原来云雪柔早已发现我在尾随他们。 一旁的小混混们看起来很是激动, 一个劲地吹着口哨, 似是在对这对心情旅祝福。 我闭了闭眼, 不愿再看, 压下心中的痛楚, 转身离去。 夜晚, 江林回来了。 我跑上前询问她, 为什么会跟云雪柔在一起? 明明一开始对她很是厌恶的呀。 江林告诉我, 她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鲜活。 这是跟我相处时没有的。 跟云雪柔在一起时, 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在热烈地燃烧绽放。 她活跃的生命力在一点一点地吸引着她, 让她逐渐移不开视线了。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 要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听到她对云雪柔的迷恋, 我忍不住问出了这句话。 江林顿了顿, 场面一时寂静了下来。 宋玉, 那句话, 你把它忘了吧? 我现在只想跟云雪柔在一起,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你当妹妹好好照顾的。 说完, 江林转身离开了。 在她看我时, 眼中已没有先前的温柔, 而是和看其他人一般的淡漠神情。 江林确实如她所说的, 会将我当妹妹一样看待照顾, 所以江林虽然已经跟云雪柔在一起了, 但偶尔她也会在课间时帮我补习功课, 只是不如之前那般频繁了。 可每到这时, 云雪柔就会一脸不爽地来到我们身旁, 开口讽刺, 说着和先前一般的话语。 江林, 又过来帮你的小青梅补课呀, 她是不是很笨呢? 非得要你来帮她补习她, 才能学好。 只是现在的江林, 并不像之前那样, 不理会云雪柔了。 而是知晓云雪柔在吃醋, 所以每每听到云雪柔说, 这话她便开始抱住云雪柔安慰, 乖, 别吃醋了, 我是把宋玉当妹妹看待的。 云雪柔听了之后, 脸色并没有好转, 而是江头扭过一边, 我不信, 我们两个没在一起, 之前你可是天天跟在她屁股后面的。 我不管, 反正我不喜欢她, 你选吧, 你选她还是选我。 云雪柔目光炯炯地看着江林, 撇着嘴, 满脸不高兴, 逼江林做出选择。 江林无奈, 只好妥协, 拉着她离开了我的座位。 后来, 江林没再来找过我, 每次看到江林和云雪柔在一块时, 我的心就仿佛被人揪住了一般, 难受不已, 但我却不能说出口, 因为这只是我单方面对江林的暗恋。 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后, 我一直和江林保持着距离, 但云雪柔很是不放心, 一直觉得我是拦在她与江林之间的一个巨大威胁。 于是云雪柔每天都会来找我的麻烦, 并且警告我不要再对江林打主意。 江林一开始会阻拦云雪柔, 但江林一阻拦, 云雪柔就会哭闹起来, 询问江林是不是不爱她了, 为什么要阻止她铲除他们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久而久之, 江林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纵云雪柔欺负我。 江林已经完全忘记了她先前说的, 会将我当成妹妹好好照顾我。 我觉得自己很是可悲, 心里竟然对江林还有一丝丝的期待。 在后来, 江林在云雪柔的怂恿下, 开始逃课约会。 碍于江林家和云雪柔家的权势, 班主任一开始并没有, 将两人谈恋爱这件事告知双方的父母。 但在江林和云雪柔长达一个星期的逃课后, 班主任忍无可忍, 当场就在班级里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双方父母。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劝自己的孩子重视学业, 接到班主任电话的江林父母很是震惊,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宝贝儿子竟然变成了这副德行。 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戒江林, 让他现阶段还是将重心放在学习上, 而不是谈恋爱上。 江林并不领情, 觉得江父江母是在阻挠他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见儿子并不听劝, 依旧我行我素, 江林父母愁白了头, 一天夜晚时, 江林的父母来到我们家, 希望我能够去劝劝江林。 我答应了, 虽然我并不觉得我能将江林劝回来, 但我的内心告诉我, 我不想看到江林和云雪柔那样的人在一起, 也不希望看到江林那样的, 天之骄子就这样自甘堕落下去。 某一天下午, 我来到之前悄悄跟踪他们时所来的小巷子, 我没有立即进去, 而是躲在拐角处查看情况。 我一眼就看到了江林, 她的变化很大, 大到我都快有些不认识了。 江林的脸不再是以往那样, 看起来白白净净的了, 取而代之的是, 画着烟熏装的花花脸蛋, 头发不再是之前干爽利落的短发, 而是染了五颜六色的爆炸头。 我心下里觉得那不是她的真发, 她只是戴着一顶假发。 江林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破洞上衣, 上衣外边套着一件带银色链子的黑色马甲, 裤子破破烂烂的, 有好几个大窟窿, 鞋子就更不必说了。 江林的手上拿着木棍, 将云雪揉护在身后, 几个骑车的小混混围绕在江林和云雪揉的身边。 江林警惕地看着那些小混混, 我愁愁着, 躲在巷子拐角处, 不敢上前。 私存片刻, 我拿出手机开始报警。 就在这时, 眼尖的云雪揉发现了我, 她大呼一声, 指向我所在的地方。 几个小混混下车走了过来, 我意识到不对, 立马跑了。 几个小混混绞成很快, 很快就追了上来, 他们将我抓住, 把我拖到了巷子里, 恶狠狠地扔在江林和云雪揉身旁。 我摔倒在地上, 手肘被地上的碎石划破了, 但手机一直被我牢牢紧握住。 江林见我被摔到他身边时, 没有一点怜惜, 只是冷漠地看着我, 眼神中还带着些许责怪的意味, 似乎在责怪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云雪揉则是闲雾地看着我, 好似一个招人艳的苍蝇。 江林的小青梅, 你为什么来这, 该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我没有回答, 而是扶住伤口, 艰难地站起来。 几个小混混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打亮着我, 其中一个小混混想抢过我手里的手机, 我挣扎着, 然而小混混再次将在推倒在地, 并且大力地踩在我紧握手机的手上。 我吃痛, 手控制不住地松了松, 小混混趁机夺走手机, 并直接将其摔碎。 我心下有些绝望, 不过想到在逃跑时已经拨打了报警电话, 心里升起警察会很快到来的袭击。 对于我的遭遇, 江林无动于衷, 只是护着身后的云雪柔。 我有些黯然, 但我也明白, 现在不是为感情失落的时刻。 几个小混混的眼神从我们三人之间流连, 可算是让我们带住你们了。 嗯, 我呸, 小混混指着江林, 就是你小子前几天跟着涛哥他们过来砸场子的吧。 那时你们可是打伤了我们不少人, 嚣张得很啊。 嘖嘖嘖, 现在碰上了我们, 涛哥那些人又不在, 我看你们还怎么嚣张。 云雪柔缩在江林身后, 很是愤愤不平, 你们等着吧, 等涛哥一来, 你们知道错了。 几个小混混听到云雪柔说的话, 吐了几口唾沫, 你们还不知道是吧, 涛哥那家伙, 那家伙昨天早都跑到其他城市了, 也就只有你们两个忠心耿耿的蠢货还不知道。 几个小混混放声大笑, 今天你们是离不开这里了, 我不作声, 缩着身子, 尽量降低我的存在感。 江林和云雪柔听到小混混说的话, 脸色一变, 看来一直僵持着等到救援是没希望了。 呦呦呦, 两位的脸色看起来不大对劲啊。 几个小混混毫不客气地嘲笑起江林和云雪柔。 云雪柔听到嘲笑, 很是不爽, 眼睛看到缩在一旁的我, 眼神一亮,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几位大哥, 你们看看这小妮子, 你们觉得她怎么样? 几个小混混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色眯眯地看着我。 姿色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尝起来味道怎么样, 我的手脚煞时感到冰凉, 浑身的血液开始倒流。 云雪柔笑了笑, 想知道, 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不过你得放我们走。 呸, 想走, 没门。 江林听到云雪柔跟小混混们说的话, 全然没有反应, 只是警惕地看着几个小混混。 云雪柔继续将矛头指向了我, 几个小混混的眼睛肆意地浑身上下, 打量着我。 见小混混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我身上, 云雪柔戳了戳江林, 下一刻, 两人便飞快地跑起来。 我知道, 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也得跑, 要不然, 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 几个小混混嘲笑着, 让我们跑几秒, 看看我们能跑多远。 我快速跑着, 但没过多久, 就被几个小混混抓住了。 我全身的血液开始凝固, 我知道, 或许会有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抓住我后, 几个小混混留下一两个人把我拖进巷子里, 我拼命挣扎, 却敌不过, 反而招来无情的殴打和善巴掌。 没过多久, 其他的小混混空着手就回来了, 很是不爽。 呸, 这两人跑得真快, 一眨眼就不见了。 则, 只抓回来了这只小妮子, 这小妮子长得还不错, 要不几个小混混露出邪恶的笑容, 朝我一步步走来。 我无助地往后退, 苦苦哀求着他们, 只希望他们可以放过我。 然而希望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痛不堪的。 我躺在地上, 失神地看向巷子外边, 我有些不解, 为什么将灵和云雪柔站在巷子外边? 他们站在巷子外, 看了我好一会儿, 云雪柔朝我露出满意且挑衅的笑容, 随后拉着江灵对手跑开了。 几个小混混没有注意到江灵和云雪柔, 而是专注地在我身上起起伏伏。 我意识到, 这几个小混混不是真的和他们是仇人, 而是云雪柔找来在我和江灵面前演的一场戏。 不然为什么场面可以僵持那么久都没动手? 为什么就跑了几秒, 只抓到了我, 警察终于来了, 他们给我披上了外套, 将我送去了医院。 我在医院里住了很久, 精神恍惚, 想起云雪柔拉走江灵那一刻的眼神, 什么情绪都没有, 只有冷漠, 只有冷漠, 眼睁睁地看着我, 无动于衷。 我的心, 暗恋江灵十几年的心, 在此刻已经完完全全破碎了。 泪水从我的眼角处滑落, 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的内心, 止于满腔的怒火和恨。 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父母将我送出了国调养, 出国这几年, 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 为什么? 那么巧, 就知道是在那天将我拖入无边的黑暗中。 令人讽刺的是, 那些个小混混并没有送进监狱, 反而在外头过得很是快活。 江灵的父母最终接受了云雪柔。 云雪柔也做出了改变, 变成了温柔乖巧的模样。 他们顺利地结了婚。 思绪回到现在, 我只想冷笑。 自从上次和偶然和江灵云雪柔见过一次面后, 这两个人一直在打探我的消息, 寻找我的下落。 我不明白他们想要寻找我的目的, 总不能是因为歉疚吧。 要真是这样, 那就有点可笑了。 出国的这几年, 在父母的帮助下, 我成立了一所公司。 公司刚起步时很艰难, 但在我和一众员工的努力下, 公司越做越大, 越做越强, 一年前公司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这次回国, 不过是觉得自己实力成熟了, 才想回来展开报复计划的。 宋姐, 你想让我调查的几个人, 现在已经调查到了, 这是他们的资料, 请您过目。 好, 你先下去吧。 好的, 宋姐, 我对这个助理是很满意的, 别看他平时有些跳脱, 办起事来, 却十分认真能干。 我拿起放在桌上的文件, 一页一页查看, 资料上详细记载了几个小混混这些年, 那件事发生后, 几个小混混第一时间就被警察抓住关进牢里了, 但很快就被保释出来, 并且每个小混混好像都收到了一大笔钱, 有的整日逍遥快活, 有的收心成家立业。 想起当年云雪柔看向我时满意又挑衅的笑容, 我翻了翻资料, 心中隐隐地猜测被验证了。 果不其然, 那几个小混混是被云家保释的, 所得到的一大笔钱也是云家给的。 云雪柔并不是贫穷人家的孩子, 相反, 家中极其有钱。 至于为什么高中是那负责性, 我并没有兴趣知道。 既然那几个小混混已经被保释了出来, 再次送他们进去也没什么意思, 毕竟, 送他们进去也是在好好地享受生活呀。 过了这么多年滋润的生活, 现在不来点苦怎么行? 想到这, 我拨通了另一个得力助理的电话。 这位助理姓李, 性情比较冷淡, 但她做事十分有保障。 电话接通后, 我立马说道, 小月, 帮我给这几人增添一些生活的乐趣, 一个星期后, 再把人带到我面前来。 这几人的资料我待会儿会发给你的。 这几日, 几个小混混都感觉自己似乎是撞了鞋一般, 十分倒霉。 不仅被公司开除, 还被人骗欠下一大笔的债, 有老婆孩子的也提出离婚走了, 房和车也都没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每到半夜, 总会被人套麻袋, 拳打脚踢。 几个小混混都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但都说不出哪儿不对劲了。 直到一个个被人迷晕, 送到一个废旧工厂。 我挥挥手, 叫人用水将他们泼醒。 几个小混混迷茫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被绳子禁锢住, 用力挣扎着。 几位, 还记得我吗? 我笑咪咪地, 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看着他们。 几个小混混互相看了一眼对方, 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都不说话。 眼前的人华成辉他们也都认识, 是当年云雪柔让他们玷污的人。 其中一个小混混明白 对方这是来报仇来了, 连忙像一条蛆一样挪动着身体, 一边挪, 一边求饶, 希望我大人有大量, 能够饶过他。 闻言, 我笑出了眼泪, 一边笑, 一边想起那时不堪入目的经历。 心依就像被人揪着一样发着疼, 但却不是为了将临, 而是为了我自己。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从过往的经历中出来, 我擦掉眼泪, 从椅子上站起来, 眼里是从未有过的冰冷。 我恶狠狠地踩在小混混的手上, 就像他当初踩在我手上那样。 尖锐的高跟鞋 让小混混的脸瞬间白了一度。 我毫不客气地赏个小混混, 一个重重的巴掌。 让我放过你。 嗯,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 当初我求了多少次。 我的高跟鞋继续发力, 小混混被踩的脸色继续发白, 甚至有些发青, 他紧绷住嘴, 似乎在极力控制自己, 不要疼地叫出来。 则现在知道求饶了, 当时怎么没想到放过我。 嗯, 我像看着一个死人一样, 看着视材挪动到我面前的小混混。 脚上继续发力, 疼得小混混实在受不了, 哭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我笑了笑, 小月, 拿刀来。 我的手中把玩着一把精致的小刀, 要是用这把小刀, 我感觉有些可惜, 但是嘛, 毕竟是用来报仇的, 那就不可惜了。 我是想亲自动手的, 最终还是让手下动的手, 因为我觉得恶心, 手下把几个小混混的命根子都砍了下来。 砍第一个小混混的时候, 其余的都在大声求饶, 我觉得好笑极了, 眼泪再一次笑了出来, 脑中仔细回想, 今天是我这十年来笑得最多的一次。 十年的辛酸终于在这一刻结成一颗小果实, 不过, 这还不够, 大果实还在江林与云雪揉手中呢。 手下将现场收拾干净, 不留下一丁点的痕迹, 我并不担心这几个小混混会将今天的事 说出去。 因为死人是不能说话的, 即使侥幸活了下来, 就凭他们的胆量, 那也是说不出去的。 我回了家, 回国之后我一直住在酒店里, 但现在, 我想见见我的爸爸妈妈了。 当年发生了那件事后, 父母了解到会发生这种事, 跟江林有一定的关系, 于是便早早搬到了别处, 同时也断了和江家生意上的合作。 江家自知理亏, 并未说些什么, 他们一家人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我换了鞋, 悄悄地走进家中, 父母正在院子里照看平日里我最喜欢的茉莉花。 茉莉花洁白无暇, 散发着清幽的香味, 我一直都很喜欢。 我没有走上前去, 而是静静看着二老。 我忍不住抽了抽鼻子, 二老听到动静, 转过身来, 看见我的刹那, 僵在了原地, 随后脸上露出十分欣喜的笑容。 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从父母的口中, 我得知了一些事, 当年我出国后, 江林和云雪柔分过一次手, 不难想象, 江林应该是知道了真相, 才选择分手的吧, 我心里想到。 不过后来, 两人又在一起了, 云雪柔也赚了性子, 开始好好学习, 他们上了同一所大学, 江林本来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的, 但为了云雪柔放弃了。 大二那年, 江林接管了公司, 只能说, 天才不愧是天才, 即使学校一般, 但江林的脑子不一般, 他顺利地扛起了公司重担, 并在大四时和云雪柔结了婚。 只不过结婚这么多年来, 报道上写着两人很恩爱, 但这么多年了, 两人连一个孩子也没有,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恩爱。 父母说完, 这些一直看着我, 脸上闪过一些犹豫和纠结, 我看出来, 主动询问, 爸爸妈妈, 你们想问我什么? 父母犹豫片刻, 还是问出口, 阿玉, 你对江林那小子, 是不是还有感情? 听到这话, 我扑子一声, 笑了出来, 想什么呢? 爸爸妈妈, 这么多年过去了, 怎么还有感情啊? 父母松了一口气, 放下心来,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那, 阿玉, 你现在有没有其他重义的人呢? 我摇了摇头, 爸爸妈妈, 我现在无心感情, 只想陪伴在你们身边。 好, 好, 无论那玉怎样都好, 只要啊, 玉开开心心就行。 希望可以吧, 宋姐, 先前派人前去与云家和江家谈合作, 目前只有云家表达意向签了合同, 但江家那边迟迟没有谈妥,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嗯, 我知道了, 既然这样, 我便亲自去谈, 再一次跟江市集团约好时间地点, 我打扮精致带着合同便出发了, 没想到, 或许也应该想到了, 与我谈合作的是江市集团总裁江林, 江林再见到我的那一刻失了态, 我笑了笑, 挑眉说道, 江林, 好久不见。 江林回过神, 眼中带着一抹歉意, 宋玉好久不见,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我无所谓到, 托你的福还算过得不错。 我把合同推到江林面前, 嗯, 我过来是来和你谈合作的, 看看吧。 江林并没有看合同, 而是拿起笔直接签了名, 江林, 你看都不看, 不怕我坑你。 江林摇摇头, 我不怕, 即使你坑我, 这也是我应得的。 既然合同签完了, 那我也该走了。 江林拉住了我, 别走。 你这是在干什么? 用力甩开了他的手, 我问道, 那天, 在拍卖会上看到的是你吧? 我装傻冲愣道, 什么拍卖会? 我不会看错的人的。 江先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 听到这么陌生的称呼, 江林四是被刺痛了, 一下往后退了一步。 苦笑道, 你以前不是那么叫我的。 江先生, 已经过去十年了呢。 当年的事, 我和雪柔都感到很抱歉。 哟, 时间真是神奇, 能把一个小太妹给转了性子。 江林脸上闪过一丝挣扎, 爱意和歉意 让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最终, 她还是选择站在爱情那一边。 宋玉, 你别这么说雪柔。 她只是一时犯糊涂, 才做下那种事。 雪柔她只是因为太爱我了, 所以才, 我被气笑了, 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这么一个烂借口, 就可以毁一个人的清白吗? 正在这时, 一个女人闯了进来。 即使变化再怎么大, 我也一眼就认出了她, 云雪柔。 宋玉, 云雪柔眼里含着泪, 娇娇弱弱地靠在江林的怀里, 十分愧疚地看着我。 江林怀抱住她, 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 似在安慰。 当年的事,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这一幕看得我直犯恶心, 把桌上的合同快速地放到我的包里, 没有搭理这两人, 直接转身离去。 云雪柔拉住了我, 泪珠从她的脸庞滑落下来, 看起来十分地楚楚可怜。 宋玉,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真的。 你说说,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则, 晦气, 就在云雪柔进门之后, 我就发现了, 有人在偷拍。 她不是想将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吧。 宋玉, 雪柔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原谅她? 当年的事确实是雪柔做得不对, 但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还好好的站在这里, 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她? 江林脸上的那一抹歉意, 在云雪柔哭得不能自已的时候, 消失殆尽。 我简直有些没太听懂, 受害的不是我吗? 怎么搞得好像云雪柔才是被伤得最深的那一个? 恨意, 怒意, 无语种种情绪交织在我的心头, 让我心烦意乱。 我眯了眯眼, 直接上去给两人一人一个巴掌。 我用的力气很大, 打完我的手, 还有点麻, 但我觉得很痛快, 多年的恨在这一刻得到了些许的示范, 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推门离去, 似乎是没想到我出来的这么迅速, 在外边偷拍的人神情有些善善, 我没有拍掉她用来拍摄的手机, 只是对她笑了笑, 因为我也需要这个。 云雪柔在看到我离开时笑了笑, 一个不干净的女人拿什么跟我斗, 江林的心永远是我的。 江林, 你没事吧? 刚才宋玉打你的时候疼不疼? 我都心疼死了。 雪柔, 我不疼, 江林甜蜜地笑了笑, 下一秒笑意就变成了紧张。 雪柔, 你的脸怎么肿得这么厉害? 快来人。 云雪柔轻轻摸了摸自己肿起来的脸, 楚楚可怜地看着江林, 我没事, 这样宋玉出了一口气, 就会原谅我们了吧。 江林怜惜地抱着云雪柔, 都已经做得这么过分了, 再不原谅就不识好歹了。 我真的好希望宋玉已经原谅我们了, 毕竟我们被对她的歉疚给折磨了十年了。 果然不出所料, 云雪柔今天叫人拍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网友看到这个视频, 纷纷讨伐宋玉。 宋姐,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网上都已经批斗你批斗得这么厉害了, 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宋姐, 你真的跟江总和他的夫人认识啊? 助理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要扇他们巴掌呀? 我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问她, 你喜欢听故事吗? 助理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说喜欢。 我跟助理讲了一个十七岁少女的故事。 助理听完, 为少女的经历打抱不平。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我。 助理十分震惊, 随即立马表示, 自己要在网上怒怼那些骂宋语的家伙。 没关系, 再等两天。 好吧。 助理有些泄气。 我笑了笑, 没再看她。 几天后, 随着不少网友加入对我的讨伐, 开始扒出了我的家庭地址, 姓名。 我呸, 长得人模人样, 怎么做出这种事? 就是, 凭什么要打江林和云雪柔啊? 他们那么好。 我看就是江总和云老婆太好了, 所以才被人欺负。 什么宋氏集团的千金, 我看就是垃圾。 还出国了十年, 是因为人品太差了, 所以才被送出去的吧。 网友义愤填膺, 不少人纷纷抛售宋家的股份。 我打电话给爸妈, 让他们不必为我担心, 也不必为宋氏集团担心, 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现实中也有人跑来扔垃圾到我们家里。 好在我提前让爸妈赚了个住处。 云雪柔看着网上的这一切, 笑得很得意。 江林醋梅, 他心中已然知晓这是谁的手笔, 但他并不打算制止。 当年的事, 他并不第一时间知情, 这是云雪柔的计划, 再说当时情况紧急, 牺牲一个人保全两个人, 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所以他不认为自己见死不就有错。 只是长达十几年的情意会 让他对宋玉感到有些歉就罢了, 在知晓真相之后, 只是对宋玉的歉就再多一分而已。 网上已经开始有人深扒了, 他们想要看看宋玉这个女人, 到底是什么垃圾货色。 我放了点东西, 好让他们扒出, 不然就凭他们的实力。 想真正扒出真相, 有点困难哦。 网友们越扒, 脸色越不好。 一条条搜索顶上了热搜。 警号经, 江总夫人高中时竟是小太妹。 警号, 警号经, 有图有真相, 高中时的江总竟是沙玛特。 警号, 江林和云雪柔的粉丝 对于八出的这两条并不以为然, 反而觉得江林和云雪柔很是可爱, 纷纷感叹原来江林和云雪柔也有叛逆的时候。 警号经, 江林云雪柔高中时与人打架, 警号警号经, 云雪柔出高中时校园霸凌警号警号经, 江林宋玉元是青梅竹马警号警号经, 云雪柔策划小混混, 侮辱宋玉警号这最后几条热苏如惊雷震惊了一众网友。 风向发生了变化, 不少网友纷纷跑到云雪柔的微博下, 质问他高中时为什么要勾引江林, 为什么要伤害宋玉?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宋玉那天要打你们了, 你们活该被打。 我觉得宋玉还是太善良了, 只是打你们一巴掌, 要是我,我得拉你们下地狱。 同时,不少网友也跑到我的微博下面, 向我道歉,安慰我,鼓励我振作起来。 看到这些,我的眼角有些湿润, 眼眶有些微微发红, 我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 我哭了好久, 似是要把这几年的心中的恨哭完。 等到哭泣停止的那一刻, 我感到自己浑身变得轻松起来, 心情再也不像之前的压抑沉重, 反而轻盈畅快起来。 宋氏集团的股份大涨, 不少人感到懊恼后悔, 后悔自己当初, 听风就事语地抛售了宋氏的股份。 江家和云家的股份大跌, 加上与我签的天坑合同, 上百亿的资金已经打了水漂, 两家的公司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一夜之间, 天之娇子天之娇女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 我站在远处, 看着江林和云雪柔, 他们搬进了破旧的居民楼, 上好的衣衫也换成了地摊货。 两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吵吵闹闹, 生活得乌烟瘴气的。 我已经不想再看了。 我知道, 依江林的能力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只不过会不会有人帮他这就无从得知了。 报复完成的那一刻, 江林和云雪柔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我已经从十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我将迈向更闪耀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